圓景仔細搜查路邊機車 打開後車廂 把裡頭的背包仔細檢查一遍 結果一打開 滿滿一疊鈔票 可要好好仔細算過 至於站在圓景旁邊的以為他就是車主 但其實73歲的羅姓女子 她誤氣到別人的車被警方找上門 世界環遊現場她就在第一果菜市場旁 而這邊路邊有一整排的機車格 當時兩輛車就剛剛好停在附近 因此羅姓女子她才會誤會 把別人的機車給牽走 兩台車放在隔壁比一比 都是同款同顏色 唯一的差別就是右邊的這輛 羅姓富人的機車多掛了一頂黃色安全帽 至於當天她買完菜準備回家 沒有多注意 差如鑰匙還發現機車發不動 以為是車子壞了 加上趕著回家替孫女做午餐 沒想這麼多 她就這樣沿路牽著別人的車 牽了500公尺 最後把車停在住家附近 直到31歲的魚姓女子買完菜 這才發現自己的車不見了 現場只剩下同款同色的機車 懷疑是被霧騎緊急報警 而會讓魚姓女子緊張還有一個原因 因為她開餐廳機車裡頭還有一萬塊的 買菜金 生怕被偷走 但好險警方許先追查 發現是烏龍一場 找到霧騎車的羅姓女子 把車誤歸援助 TVS新聞 吳正吳心燕 台北市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